字幕志祥 大家好 今天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簡單 簡單到這個地方來觀察 這個火山的地質 那這下面呢 這個熔岩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這就很像 這就是 這個玉水 然後這個 這裡 這裡也是 所以這個熔岩層裡面 火山熔岩裡面 會夾雜的這些 玉水 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一些呢 細化的 玉水質的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這一塊的母岩 應該說這個地層 這個地層 有很多這個 可以探索 有沒有 這玉水 玉水 玉水 這個也是 這裡 這裡 你們如果沒有仔細看的話 會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 玩石有時候要比較細心 這個有點像 但不確定 那 融岩縫裡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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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是 玉水 生長在這個 岩縫裡面 火山熔岩裡面 所以火山噴發之後 那個地層呢 都可以觀察 看看有沒有 含這些 火山礦物 這個也是 這個浴水 超小的 這種也是算是一個 它如果有清晨一條就會變狂脈 但這個好像不太算是狂脈 它只是卡在火山 這種算什麼岩 火山林輝岩 反正就卡在火山岩裡面 那今天的這個算是簡單的一個認識 認識這個火山地址 還有火山地址裡面的一個浴水 小坪的旅程 這個給沒有看過的人稍微看一下 這個火山地址裡面 卡著浴水這樣 好那就分享到這囉 掰掰